最近美国绿卡排期前进比较快 很多申请人都有机会可以提交I-485 完成绿卡申请的最后步骤 本文解答一下这方面的常见问题 更多信息请参见 我们在美国攻略网站的文章专栏 有20篇最近写作的移民文章 我们新为名律师事务所帮助 数千位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取得了各类绿卡申请批准 关于I-485申请的详细信息 提交申请以后的流程和常见问题 请参见我们律所的文章 2485流程 以及被RFE或者被拒怎么办 关于杰出人才申请 参见新为名律所扬律师 最近写的文章EBEA和NIW律卡 并非科研人员专属 各行各业人才都能申请获批 此前任何时候 已经提交了EBEI-140的申请人 不管I-140申请已经获批 还是正在pending 从2021年4月1号开始 也可以提交I-485了 此前早做准备提交了NIW申请的 包括后来又办理了EBE的 也有很多排期已经排到 可以提交I-485了 参见我们律所的文章 访问学者博士后 和专业人士的绿卡常见问题解答 对于亲属移民类别 美国公民为配偶和父母 办绿卡一直不需要排期 绿卡持有人给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办绿卡 现在也不需要排期 参见我们律所的文章 亲属移民的流程 注意事项与常见问题 对于办理雇主支持的绿卡的 参见我们律所的文章 雇主支持 办绿卡的流程和注意事项 曾经是党员的申请人 请参见我们律所在本站的文章 党员绿卡详细说明 问题一 我应当在什么时候预约和完成 I-485移民体检 解答 你可以在提交I-485申请前安排体检 需要在提交前60天内做 不能太早 也可以在I-485申请提交以后再做 如果是在I-485提交以后做体检 我们律所一般建议在收到来自移民局 关于体检的RFE或者其他RFE以后再做 然后和RFE一起回复提交 或者再参加I-485面事实提交 否则 由申请人自己邮寄到移民局的体检报告 如果没有和I-485申请一起交 也没有和移民局的RFE通知一起回复提交 有可能会被移民局丢失 因为移民局每天收到无数各类邮件 如果申请人正在怀孕期间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一时不方便做体检 可以通过邮件包括回复RFE 向移民局说明情况 过后不做 一般来说 需要在体检完成以后才能拿到绿卡批准 如果付申请人没有做体检 主申请人的绿卡 有可能先获得批准 问题二 怎样预约移民体检 体检结果多久有效 解答 可以在美国移民局网页 查询获得移民局授权的体检医生 然后打电话预约 根据目前的规定 如果体检是在提交I-485以前60天内完成的 或者是在提交I-485以后做的 那么根据目前的规定 体检结果两年有效 一般来说 提交I-485以后 两年时间里面总可以获得批准了 可以避免被重复要求做体检的问题 I-485体检需要在美国境内完成 不能再境外做 问题三 怎样填写体检表 解答 移民体检的I-693表格 可以在移民局网站下载 申请人只需要填写这个表格前面的个人信息部分 可以在计算机上填写然后打印 也可以用黑色笔填写 后面部分要由医生来填写 具体来说 第一部分是姓名 住址 性别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如果是主申请人 一般可以在你的I-140 I-130 I-526表格上面找到 如果是副申请人 一般可以空着不填 如果没有可以空着不填 第二部分是解释 一 自己懂英语 理解表格内容 或者 二 别人 为自己讲解了表格内容 或者 三 有别人 为自己填写了这个表格 这类内容现在在几乎所有的移民局 申请表里面都有 然后 申请人要提供电话号码 E-mail地址 并且签名 注意 这一部分要在体检医生在场的情况下 完成并且签字 不能在见医生以前 先自己完成和签字 如果有Interpreter 那么Interpreter 要填写表格的第三部分 如果有Prepare 那么Prepare 要填写表格的第三部分 再往后 从表格第五部分开始 需要由做体检的医生来完成 问题四 体检完成以后 会收到什么样的文件 解答 因为有肺结核TB 皮试的要求 一般要在体检完成以后 过几天再回到体检医生的诊所 由医生检查皮试结果 然后交给申请人体检表 如果申请人TB结果为阳性 或者自己知道曾经得过肺结核 那么 可以安排做X光检查 看肺结核是成就性的 还是处于活动期 也可以根据医主做其他检查 从医生那里收到的体检表 应当是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面 信封正面 用大写字母写上 do not open for USCS use only 信封背面 由医生在封口的地方 其封签名 并且用透明胶带覆盖 整个封口的地方 包括签名部分 如果信封再提交到 移民局以前被打开 这个体检结果就无效了 问题五 在提交I-485申请时 没有做体检 过后收到了RFE 要怎样回复 解答 很简单 只需要写一句话 然后 附上来自医生的体检报告 和 RFE notice 邮寄到RFE notice 上面标明的地点 就可以了 如果一直没有收到RFE 或者RFE通知上面 说可以在面试的时候 提交体检结果 也可以等到 I-485面事实在交 虽然在I-485申请批准 以前要完成体检 但是 什么时候收到来自 移民局关于体检的RFE 还有什么时候 收到打指纹的通知 和你的I-485申请 什么时候能批准 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最近移民局 对I-485申请的批准 比以前速度快 有很多申请几个月 就批准了 问题六 体检前 或者体检时 需要打哪些疫苗 体检费用要多少 能用我的医疗保险 来cover费用吗 解答这些问题 一般需要问题检医生 关于目前移民局 要求绿卡申请人 完成的疫苗种类 如果申请人 此前打过一些疫苗 有记录 其所谓小黄本 正式名称叫疫苗接种 或预防措施 国际证书 有可能免去一些疫苗要求 一般来说 体检需要几百美元的费用 这个费用一般 不能由医保报销 资讯由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提供 供教育和交流目的 不作为具体的法律建议 欢迎来电来信询问详情 email info at nwmlaw.com 网址 www.nwmlaw.com 我们有多位毕业于世界名校的 理工科博士 我们有自己申请绿卡 和签证的亲身经历 包括杰出人才 niw 亲属移民 我们有科研经验和能力 可以直接阅读 明白申请人的论文和工作 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没有未经许的论文 词